没关系 但他必须他有这个双毛 有两个儿吧 也得差不多少 形象 这个道德品质 现在不能说讲道德品质了 最近妈得会做日子 他直到说这么大房子 直到帮我收拾收拾 是不是 那孩子妈也别烦 你就说二人世界 这个事我挺反对 有些女同志 女嘉宾说 我过二人世界 那你说你们家没孩子吗 就是说该溜达溜达 该玩玩该吃吃 就是说二人世界 那我说找老伴 告诉你吗 以后周六不准过来了 能行吗 那肯定是不行 他就带个金山来 带套房子来都不行 应和部长 对 以前有些女嘉宾 把这个钱放到第一位 实际感情得放到第一位 你没有感情 那钱一花就了 你没有感情 钱有啥用吗 马大哥说了 自己再找老伴 一定不能把钱看得太重 感情才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而同样居住在长春的 李秀娟李大姐 在这个想法上 和马大哥是一样的 原来不好胡娘甜甜 走吧 跟你的性格一样 跟你甜 是啊 李秀娟63岁 李懿 吉林野金厅退休 退休金26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98平米 就是平常说别人给介绍没有过 没有没有 就是没错 第一次 所以说吧 没有那个感觉 我就心里头 就是总是慌张张那种 不知道做啥 我先刚才 我先缝点针线活 这不就是 我先 缝什么针线活呢 我想把我那个睡衣吧 领子有点大 我先往领子搜一下子 和马大哥一样 李大姐也是个喜欢动手的人 什么勾之缝补啊 就没有他不会的东西 我就说的那个啥 因为我钉个扣吧 好看一点 我就想 这个值得 对对对 我心想要不 领子跌到这儿来了 好像咱这个年龄不符 我就觉得 还太大了 我说搜一下 那你是平时 是买衣服都这么 就是还挺保守吗 对啊 我没看 我们聚会吧 有时候一说 哎呀你买点女人装 你整个老外貌的 不是那个 就拿着那个休闲的 就是啥的 就是树嘛 李大姐说 从穿衣服就能看出来 自己是一个非常传统 和保守的女人 也正是这一点 害了自己的一辈子 我家她想着我了 天天磨 天天上着别人 我跟她不说话 没出过对象 她追求你 哎呀天天的 你不管走哪去堵你去 你不烦吗 烦 烦 烦 确实烦 那你那么烦 你没跟她说过 说我就 怎么不说呀 说啊 说也不行 前夫在单位 见过李大姐一次 就相中李大姐了 开始对李大姐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可是李大姐呢 心里一点都不喜欢前夫 甚至还很烦他 可是保守传统的李大姐 还是因为怕周围的人 闲言碎语 逐渐动摇了 把自己早早地嫁出去吧 别让人大伙说三道四的 我就是那样怕别人说 你说我这婚姻吗 你说属于包办的吧 还不是 你说不属于包办吧 我这心里呢 压根就没有说跟他 就真正谈对象那种事 反正这个我挺恨这个婚姻 前夫的不断纠缠 让两个人步入了婚姻 李大姐想着呀 虽然现在不喜欢 婚后也能逐渐培养出感情 可是事情却没有按照 他想象的那样发生 孩子跟我说 妈妈你出差吧 王姨就来 给咱家收拾屋 还给我们做饭 是海边都跟你说的 我出差我都堵家里了 发现他出轨 你也没有就是 把你说 一定不能这样 因为是一个 没有 没有 我 现在我会说那句话 叫我对他就是冷暴力 不想跟他沟通 不想 我也不想听他解释 发现前夫出轨 可是李大姐却一点都不气愤 他说 因为不爱这个人 所以前夫做什么 他都无所谓 当红娘问到 那为什么不离婚时 李大姐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总觉得离婚还是磕撑 知道吗 李大姐说 虽然不喜欢 虽然前夫出轨 可是自己都没想过离婚 就寻思凑合过一辈子 直到那一天 前夫的一个举动 终于让李大姐 积攒了这么多年的不满 爆发了 她决定离婚 到家我家三楼 大门开着 一死不挂 就在地板上躺着 啤酒瓶子满的哪都是 就是 没法说那个现场 太那个就是说 没法睁眼去看 就那天我就下决心了吗 我一看那个场面 我就坚决了 就没有再给你那个开绿灯了 我也没那么大的容量了 耐心了 就一下激发我了 自从2004年离婚以后 李大姐就一直没有找过 第一是没有这个心思 第二是自己当时有事业 退休以后 李大姐终于决定迈出这一步 原因 居然还是怕说闲话 我这一天 除了除了还总往外走 我就怕别人再说我闲话 所以这一个人 现在真正的单身的 你过去有事干就无所谓了 一个是避免吧 闲话 一个是那自己那真正也想 找一个自己 能懂我的 能有点责任感 你看我前半生这样 一点责任 没有责任感 混在前半生 后半生谁说 都是退休年龄了 互相参伙的 有共同一言 两人在一起生活 就是共同呗 对不对 什么你多我少的 死必是过的是人 又不是过的钱 这边呢 李大姐说 过日子不是过钱 那边呢 马大哥说 感情放在第一位 这俩人也算是挺合适的 于是红娘决定 让两个人见上一面 但是大哥说了 自己必须得先去幼儿园 把孙子接上 送到儿子家 才能放心和大姐见面 这女人 下楼接着红娘 我都不收位 一听马大哥说这话 红娘赶紧替李大姐解释了几句 原来呀 李大姐早早的就下楼等着了 但是因为马大哥要接送孩子 怕李大姐冷 红娘就嘱咐 让李大姐先上楼了 你好大哥 李秀娟儿李大姐 对 马正哥 马正哥 你挺辛苦的 下午跑一趟 下午又跑一趟 对呀 对呀 为了咱们以后 我都没给你准备水果 没有 还你大姐也想得周到 不是 大哥第一次 应该吃甜的吧 应该 对 应该吃点甜的 甜的吃 来大哥 谢谢 这个人反正挺朴实的 对呀 嗨 所以能改变呢 营养白了呢 不行 不行 说说那个兴趣爱好感变的感觉 你都爱不啥 我就吐吐步游泳 那挺好的 挺好的 不单纯啊 不少啊 那我运动 我就是我想游游泳 我那个姑娘那天就跟我说 你也会游泳 不会 我不会 她要学游泳 别呆了 没事 在家 大姐是游泳游泳的好 从小时候就游 我们那个不是正规的小子说 那会游就行 那我啥正规的 后来上学以后吧 老师就正规的教你啊 游泳啥的 你游泳不懂的 就问大姐 省得还得赵老师 对啊 你咱们先花钱 赵老师还得花钱 对吧 你看看 这个话题 明显让两个人之间的气氛轻松了 于是 李大姐主动问起了 马大哥的感情状况 大哥这老伴 还在 死 今年是七年了 感情我是失败 就我一个人带孩子这么多年 后来 反正外面有人吧 我这个人 也不是说好像离开他就不能生存了 我就干脆吧 离了吧 但他现在不在了 其实呢 这哪里出不出鬼 女的有没有责任 女的有一定责任 哪里回来 你没个乐模样 你再不会来事 你说女的没责任吗 这演员没过关 过往的感情经历呢 也同样没能打动马大哥 那么两个人的相亲会这样结束吗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身体还挺好 一般 一般 这又不能说 我啥都没有 那么大分 一般 一般 那你说 你今年六十几 六十三呗 那你说咱们现在 你上医院检查检查不好 多多少少 我是年年检查 有没有啥毛病 没啥毛病 就脑袋有时候缺氧 脑袋缺氧 小脑尾数 还没到那个份儿是吧 完蛋也快 我是全全方面都检查 好像每次 我们有检查报告 不应该 男士应该主动一些 我总觉得我今天有点像爷们似的 你看你需要 还有了解我 啥 哪方面呢 我就想 我总问你 你也了解我 他也没问我很多 我有的时候我也想不起来 用什么话 能让他多提示提示我 因为男人主动一点 比女人要好一些 马大哥总也不提问 这让李大姐的心里 有点不是滋味了 但是呢 李大姐这开朗的性格 还真就感染了马大哥 让马大哥也打开了话匣子 可是作为奶爷爷的他呀 一开口还是围绕着孩子 这七年 刚开始给姑娘看外孙女 外孙女看大的 你给看 我给看 然后看孙子 孙子 今天这个他们刚才看着的 六岁半了 然后看这个孙女 孙女现在两岁半 我现在就完事了 完事了 也现在这个转业 就是退伍了 超级奶爷 没见过吧 妈心可惜了 照顾孩子 感觉的 我就觉得 他有点不太重 他身边那些孩子太多 他从小就在的吧 他已经离不开 就是这个下一辈儿 那个孩子 你都说了 说我那个 这个孩子出手了 我现在找老妈呢 但是吧 他说这形上是出手吧 但是食指的东西 他还是出不了手 不行 不能发 发孩子 我现在出现了 哥哥就慢慢 这个事 就说是孩子 还是差在哪 是因为啥 这个我感觉的 没有必要 就商人 我不愿意跟当面 跟你拒绝 这个事 马大哥 本来就觉得 李大姐演员差一点 这一听到 李大姐对孩子的态度 就更加坚决了 李大姐呢 也觉得两个人 不太合适 所以呢 两个人 也就只能 彼此祝福了 我也是祝愿大哥 找一个 你那个心里的 心仪的人 你跟他同样 我也祝愿你 辛苦了你 咱们倒辛苦 有时间 妈爷窜到门 最知道了 对你 那个 对我说 我一看 这是我总主动 给我整的 今天我都成爷们了 你看看 这俩最后 还是因为 马大哥 这个超级奶爷的身份 没能走到一起 其实啊 马大哥说了 正是因为 自己的孩子出手了 所以呢 才考虑找老伴的 但是呢 也不能找了老伴 就不管孩子了 而孙绕夕的幸福 和白头偕老的陪伴 这两者 其实并不冲突 告别了李秀娟大姐 我们的红娘 又给马大哥 介绍了一位 李丽梅大姐 李大姐呢 上过咱们的节目 和马大哥一样 退休前 是一名警察 那么两个同行 最后 能不能同行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 大姐 说的这些落牙的 李丽梅 59岁 李毅 辽元市公务员退休 退休金41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55平米 李大姐上过一次 我们节目 和马大哥一样 她也是一名警察 非常的热情 和细腻 平时生活呢 特别注重饮食和保健 家里也收拾的 特别干净利索 两人的三观一致 又有着共同的职业经历 于是在红娘的安排下 两个人见面了 李丑友 让我们俩介绍一下 马正哥 马大哥 李丽梅 李丽梅 你好 见了 非常高兴 大哥家这个房子大 嗯 我你好 确实大 看到你这小沙发 这大哥自个做的 哦 我先跟小孩玩 自己做的小沙发 嗯 发这张作的老厉害了 下大了 背了包下的 都是自己做的 坐 嗯 坐坐坐 我看大哥在那那那那那那那 الع诊盘准备那是水果 哦 你去洗一下 我得给你找找活 让你挖啦挖啦挖啦挖 你懂了什么 那对 对 你去洗 你想吃啥 你洗啥 一洗 挖啦挖啦挖啦 那他还别人 行 我坐这儿 妈呀 剩你俩这中间留着四面挡箭了 雪那一坐塌下去了 小孩这么多车 来吧 就拿走好个了 我给你洗完水果了 我现在都没得那么难过 请坐 请你两次坐 你想吃啥吧 你给你一个人理解 你来一趟 我一坐那边就 他带你坐 他不客气上来 那样行 不错嘛 多年轻啊 这人还挺慈想的 是吧 人还行 马大哥和李大姐对彼此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于是马大哥主动提起了 说他见过李大姐 我那天我看这事我都看着你了 我就第二次见你 是吧 第二次 李大姐就不用介绍了 那大哥你就多说点吧 那你都了解大姐了 看过电视 那我也没啥说的 这不都见面了 有个电视都认识了 电视我都认识了 电视里看怎么样 看电视怎么样 看你啊 不错呀 不错呀 马大哥说他在电视上看过李大姐 所以呢对李大姐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但是李大姐并不了解马大哥呀 于是红娘决定多介绍介绍马大哥的情况 大姐平时没事去行自驾游开车自驾游 那流的 完了那个背的包是自个儿缝的包 然后带的小桌子是自己做的小桌子 那发明创造的成厉害了 没有他不会的东西 哦 啥都会找 亲眼吃点啊 什么都会做 没事呢 你说你呆子 你说你干啥去啊 咱也不太乎 那一个男的也不会做这个事 他们来了大哥比如周六来 大哥周五出去买菜 完了周六的菜都说大哥做 啊怎么玩的晚上 周六晚上吃完了都都溜了 我觉得人挺好的 是吧 嗯 说话骂科 跟你说家伙什么都会干 嗯 挺好 是吧 男人就这个年龄会做家伙的不多 男人我爸擦着我都不会 啥都不会 所以他们会做这些东西 真的挺让人羡慕啊 在了解了马大哥这个宝藏男人之后 李大姐表示对这个人很是满意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 好